七點四十分學生們魚灌走進校門 校園口罩令鬆綁第一天 不過仔細看 不管學生 家長還是老師 幾乎人人口罩戴緊緊 如果他們是脫脫帶帶的話 他們其實就是一律就戴著 因為這樣自己也比較不會忘記 沒有因為我小朋友比較容易過敏 所以我建議還是拿她戴口罩 脫口罩會覺得很麻煩嗎 不會 我只會覺得在家裡 有人感冒會很麻煩 還是說已經解剖了 所以可以不用戴口罩 只有到戶外運動場 跑跑跳跳玩遊戲 小朋友才終於摘口罩 指揮中心針對校園戴口罩最新規定 學校保健室 接駁車 校車等等 以及校方自行規定 乘犯打菜 全校聚集場合 口罩還是得待勞 其餘的則交給師生個人自主決定 對 我們也很害怕說 有口罩霸凌的這件事情 所以呢 老師們在這兩週 其實都已經跟小朋友做很好的溝通 那就是說不要說用取笑的方式 或是覺得說你跟我們不一樣 不想讓別人看特別 口罩戴三年 衣食之間要脫掉 有些學生開始覺得沒有安全感 而心理專家則表示 口罩戴久可能會不利社交 那在脫下口罩之後呢 我們可以更明確地掌握小朋友 他們有沒有確實地做到朗讀 然後耕讀的這個部分 小朋友在學校其實活動力是很大的 那現在脫下 自主佩戴口罩之後 小朋友就可以比較輕鬆地呼吸 然後比較自在 學生或戴或脫口罩 校方表示還是得尊重孩子的意願 若教學有需要 也會循序漸進來引導孩子 靜新聞改美新郭彥廷 參謀報導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